去年疫情当中啊 有这么一个空档时期 也就是目前这个日子里面啊 应该要稍晚一点 因为我是3月2号回到了上海 但是在4月之前有那么一天呢 空档期我去了这么一个地方 我见一个朋友啊 谈一点工作上的事情 哎 没想到还意外的发现了这座桥 叫U字形的安远路桥 位于苏州河上 尽管这个桥啊 这个当时还在建设当中 但是U型的这种样子 已经看得出个端倪来了 而去年的12月1日 历时20个月的建设 安远路桥正式建成通行 安远路桥西起西苏州路 安远路口 向东跨河连接光复路 长安西路路口 桥长是252米啊 整个桥是一个步行桥 那这个桥的U字形呢 是安远路桥的最大的亮点啊 所以这个在苏州河上 形成这么一座桥也挺有意思的 而晚上的灯光出来以后 它的效果更加的有意思 所以在这个安远路桥 以及昌平路桥附近 还要将会有一些新的量化景观 桥底景观照明的工程 这个工程做好之后呢 会使苏州河更加的美轮美化 所以晚上有空 应该去安远路桥打个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